这场补选共有六人出战 势均力敌的西蒙和国阵都认为 面对一定程度的困难和挑战 行动的秘书长林冠英表示 由于审民对西蒙的日期和真正的表现有落差 因此这场补选会是一场应战 至于在野党 马华总会长纳都斯里·魏嘉祥则表示 他们面对的最大挑战是西蒙发放拨款 单容比埃补选确定上演六角大战 究竟各个阵营对这场补选有多少信心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接受媒体访问时坦言 基于选民对西蒙的预期和落实的表现有些落差 因此这场补选将会是一场无武波应战 针对有人认为反对党稍战上风 他强调一切需要考虑哪个政党有能力为人民做事 并表示哪个政党贪污大家心知肚明 至于伊党在财务管理的方面表现不好 甚至无法支付公务员的薪金 还要向联邦政府借钱 行动党柔佛州主席刘正东则表示 西蒙目前的挑战是如何说服人民回到中庸路线 马华总会长拿都市里为加强者认为 国阵在这场补选的最大挑战是执政党自称发放事先计划好的拨款 不过他希望选民能够传达民意 宣出反对党议员监督政府是否兑现承诺 今天马华派出的一位华裔代表 正好就是在确保在野党里面有多一份这个多元的声音 多一份这个包容 也证明说其实呢 今天我们国阵强调的 他不是单元种族 也不是这个单元宗教 前首相拿都市里纳吉早前因为演技发作 缺席一码审讯案 但是今天却现身提名中心 他表示经过治疗后 病情已经好转 只是还有一点红肿 但无法阻止他为国阵候选人黄日升加油打气 而昨天高调宣布将出战补选的蓝色德式公司创办人 拿都山苏巴林 今天在提名时间截止后 迟迟没有现身 一群身穿黄色上衣的支持者 早上11点依然守在现场等待山苏巴林 原来他昨天因为心脏病 紧急入院 才无法到柔佛奔真提名 他告诉新洲日报 已经委派独立人士法利达代替他批假上阵 为了确保补选不涉及舞弊 反弹会将和选委会以及警方配合监督竞选活动 反弹会也设立了行动室 让民众投报贪污或滥权事件 反弹会还劝告候选人 遵守2009年反弹会法令 和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 NTV7综合报道